原标题 清朝康熙皇帝陵墓中 为何陪葬了52位女人 因康熙生前有特殊交代古代皇陵的建造 即皇帝安葬都有一定规矩 除了皇帝与皇后能安葬在一起 其他嫔妃很少 但在历史上却有一位皇帝 死后他的皇陵中居然陪葬了53个人 其中52个女人还有一位皇子 在52位女人中 四位是皇后 48个是嫔妃 这样皇帝陵墓在历史上仅此一位 这位皇帝就是康熙皇帝 皇陵盖阔民间在历史上 能称为大帝的康熙皇帝算一位 康熙皇帝可以说是清朝入关后 文治武功最为厉害的一位 他在位61年 在位期间就为自己选择并建造了陵墓 康熙皇帝死后葬于河北尊化的清东陵 这处皇家陵园有顺治皇帝的孝陵 孝庄太后的昭西陵 还有康熙后世子孙乾隆皇帝的御陵 乾峰皇帝定陵 同治皇帝惠陵 康熙皇帝的陵墓叫景陵 康熙陵墓挺有特点 空中看着 各景陵是一个半圆状 在景陵高低错落有致的建筑看 地位高的皇陵居中 而地位低的妃子 则在康熙陵墓的后面 景陵的地宫中 除了康熙的陵就外 还有孝成人皇后 孝昭人皇 孝义人皇后 孝宫人皇后 及庆免皇贵妃 景陵中还有48位妃嫔 外加康熙皇子弟 18个儿子业界 陪葬康熙皇帝的妃嫔 主要是温熙贵妃 加上11个妃子 他们分别是贵妃 贵妃 宜妃 荣妃 平妃 梁妃 宣妃 成妃 顺利密妃 纯裕秦妃 定妃 还有八个嫔 十个贵人 九个常在 九个搭影 康熙大部分后妃都陪葬她了 那么 静敏贵妃为什么与皇后在一起呢 静敏贵妃后来一葬于景陵帝宫 于是 妃人郑中就成了温熙贵妃 另外景陵还有个双妃员 葬着雀贵皇贵妃和敦仪皇贵妃 因秦儿藏清朝皇室婚姻大都是政治联姻 清朝皇帝为了巩固统治 皇后大都来自蒙古女人 但到了康熙执政 后 当时清朝形势发生了变化 姚贵蛮横欺负康熙年龄小 而索尼劳恋与姚贵不对付 为了制衡膀贵势力 夏装太后决定以联姻方式改变局势 蒙古科尔兴普尔纪及赫舍不再成为皇后 而选了赫舍礼氏 这个女人来自索尼家族的孙女 从此成为康熙皇后 这是康熙皇帝第一桩政治婚姻 1665年 年仅十二岁的康熙皇帝 与大一岁的十三岁的赫舍礼氏举行婚礼 虽然是一桩政治婚姻 但康熙皇帝与赫舍礼氏感情很好 这种感情主要也来自于 傲拜给康熙的压力 婚后赫舍礼氏给康熙皇帝生有一子 但只活到四岁便夭折了 康熙借索尼势力以及他长期设计 终于利用机会打掉了宝败 实现了亲政 实现亲政后的康熙皇帝 他不需要任何人来干涉他的权力 包括来自索尼家族势力 康熙皇帝大权在我 身心也轻松了 因为朝中无人敢蔑视他的权力 此后康熙皇帝便不断冲 石后宫 赫舍礼氏便被冷落了 能进入康熙后宫的妃子 都是康熙亲自挑选的 像纽祸禄氏 童家氏 乌亚氏等妃子 这些人既有高贵的绅士 也都是有文化之书打理的女人 这是康熙喜欢的一个标准 像纽祸禄氏不仅出身世家 而且文化素养很高 最重要他善于处理后宫关系 深得康熙喜欢 童家氏是康熙皇帝的表妹 康熙皇帝对他也很好 因此 康熙最终选了雍正继位 也与童家氏有关 康熙皇帝虽然身边家里无数 但他是一个讲感情的皇帝 随着身边女人增多 康熙对第一个妻子感情很深 康熙平定三番之乱时 赫舍里是再次生了儿子殷仁 但生下儿子后就死了 康熙皇帝很伤心 从前线跑来 为皇后主持了隆重的葬礼 而且 赫舍里是破例的 康熙的子宫停留25天 康熙皇帝几乎天天过去 足以看了他对第一位妻子的感情 康熙对赫舍里是的感情 也倾入在他身下 在印仁身上 不到两岁便被封为太子 但由于印仁不成器 长大后被康熙皇帝废掉 康熙骂他生儿克母 也能看出他对赫舍里是的感情 除了对赫舍里是有感情 康熙也对其他后妃有感情 有的妃子嫁给康熙只有十多岁就去世了 有的二十多岁也病逝了 康熙帝对他的妃子们有真情 康熙皇帝外出使 会写信或派人送土特产给妃子们 对于那些身居宫中 很少受康熙临近的女人是一种安慰 正因为有感情 康熙皇帝才允许他们陪葬 特殊遗照康熙皇帝究竟有多少妃子 连青史专家也没统计出来 但在康熙全传中记载 康熙皇帝的贵人有四十九人 风雷后妃的有六十七人 还有一些答应 常在据说有二百多个女人 康熙后妃年龄大小不一 而且人数众多 直到乾隆二十三年最后一个贵妃去世 前后经历快一百年 康熙皇帝妃子中 有四对是亲姐妹关系 其中效益 人皇后同事 她的妹妹是同事贵妃 这姐妹呀 又是康熙帝的亲表妹 这种亲临关系 结婚在历史上也少见 康熙这么多女人 为何陪葬了五十二位呢 并不是所有女人有资格陪葬 面对这么多后妃 康熙对她们的深厚生活也进行安排 允许她们年老后到所生皇子的府中居住 安住晚年 康熙临终前特别交代 凡是生过皇子的后妃可以进入景陵 于是才有五十二位后妃 其他生公主的 或者未生孩子的妃子 常在 贵人 便没有这个特殊待遇 欢迎各位看官批评指正 图片来源网络 万全归人作者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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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